编曲 independent 和 挥抗 编曲 符 记下 mandate 编曲 美好 大家好 我是权巴士布里斯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KAYBAS後面的組成卡彈的新的基礎 KAYBAS 應該有人聽過KAYBAS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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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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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我們今年新換個網紅 好 好 我公司現在總共在南港區的 科學園區 我公司在大陸 那我最好是克克克技 這都要講一下 好 如果我們要克克技是 我們的理念長就是說 KAYBAS要成為全台灣健常科技公司 所以就叫我克克的技 好 今天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是克克元 我們現在在KAYBAS擔任網管的工作 然後 裡面有同我的包吟 那今天agenda大概提三個點 因為時間不多 大概就介紹一下 第一個是我們都只能用那個 第二個是 大概對MOKOBFS做的簡單的介紹 然後最後最快 最後部分是說 我們KAYBAS之前 用MOKOBFS的架構大概怎麼樣 在座人們知道KAYBAS 在座人們知道KAYBAS 曲庫上面現在有多少顆嗎 這是我們的公司介紹 我們現在有超過一千萬熟 千萬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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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大家知道我們是在哪些平台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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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謝謝 大家會很清楚 那 這是我們公司官網的 現在的下載頁面 那桌面板的話就是Mac Windows 然後 啊 有人說Inus嗎 沒有 可是我本座 嗯 OK 好 那這是 這是行動板 就是說 目前 五十傳的設備 那 我本座人的桌面跟行動板 大家總共會有一個平台 那 音質呢 大家有知道音質這件事情嗎 你們 如果說KAYBAS 剛才打開 會 設定頁面會有一個 有個音質的設定 一般音質跟高音質 那高音質的話是用320K BPS 和Quality 那 很多平台嘛 然後用很多首歌 有很多種格式 那 推得出來檔案有很多 所以我們平均大概每一首歌 會存六種格式 配後 對 就是低音質高音質 那基本各種各種平台 比如說音質可能要用 那 假設音樂 那 我們來算一下 一首歌 假設六 六種格式 是嗎 這邊小音樂 對不起 怪怪的 第一個是我們唱片公司 跟唱片公司合作 他們會給我們他們約行音感 那我們這邊 準備用音質 拿起來 那不管他們給我們什麼 可是我們就準備我們格式起來 然後另外我們有 對於服務用音感 比如說我們有各種平台 有iOS menjoy windows 那每一種口愛他們支援的格式 可能不一樣 對官方支援的格式 不能讓人到準備好 這樣子 康愛端才可以使用 那 基本上 總共我們要準備五種的音樂格式 在我們的後團場面 那 原始音檔 加上五種不同的音樂用音檔 我們就是六種 那我們來算一下我們總共的容量 可是 六種格式 就是原始音檔 加上五種的音樂用音檔 一首歌平均要一百美卡 那我們有一千萬首歌 這樣算起來有多少 算起來 是一個parabyte 就是一千T 但是世界沒有影響嗎 大家有開機看過這個畫面 所以存分是不夠的 那為了這種資料安全的問題 那我們每一個 剛剛說的一千萬個 一千萬乘以六個 六千萬個檔案 那每一個呢 其實是分三 都要放存三分 然後這三分都放在不同的主機 不同的地質的場面 剛剛已經一批了嘛 一批一 然後再存三分變三批一 那怎麼存三批一 那我們就找到這個東西 Moco FS 主要有大概幾點 第一點是它的安全性 因為我們知道所有的硬體 都有壞掉離鐵 不管你的主機 你的CPU 你的電源 你的硬碟 基本上都是中間會壞掉 我們只知道什麼都會發生 那我們就知道 Moco FS 它有一些 就是有這種多份的概念在裡面 讓我們可以直接應用到 然後節省成本 那像這種這麼大量的儲存 可能 剛剛前一場的QNAP 就能做NAS 那 像我們傳到這麼大的時候 就要找更好的方案來做 做解決掉 那像國外有家 很大的Story 叫NAP 不曉得我提過 那他們的產品 真的很安全 很可靠 可是很貴 很貴 很貴 真的很貴 然後再來一點 它的特點就是它的Scalability 那我們現在等一台一台的Story 也12個 那它要 其實我現在的角色已經發現空間不足 我們要再成長 要再增加 後段體能空間 但它其實是可以很容易就把 一台新的Diassever 加進去 我們整個卡在這裡面 然後 多一點它的效能 因為分散是感恩系統嘛 就是只要分散是出去的 某一個Scalability server 都可以提供 一部分的 讀寫的效能 只要你加的越多 那你的效能就越大 好 這剛剛是大家講的特點 那介紹一下MogoFS 第一個 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分散的檔案系統 然後它的發音是MogoFS 我之前就因為一直常常要念錯 Mogo Moda 大概都在念 後來找到應該要Mogo 然後它後端其實是API去做 以API API方式去處理取得 下 我們平常的努力的是 跟它 OS檔案系統 都是有檔案有Mogo 但是它鼓勵它是 你要給它一個key 去對它下個page的指令 它幫你找到說 這個檔案實際上是在哪 才有福克 那給你的URL 它就把它抓回來 那 一般我們的檔案系統 都會有那個檔案配置表 它會告訴你說 哪個Node是放長的東西 對 放哪個檔案的 那 這個因為它分散式 所以它其實後端是用 database來做 它就是一般關聯式資料庫 那傳輸資料的話就是HTTP 然後再配上web.dav 這個extension 就可以模擬出檔案系統的一些存檔出來 比如說新增檔案 新增檔案刪除檔案 然後取得檔案的基本操作 那它是用pearl來寫出來的 開發出來的 然後這個其實已經有五段時間 2015年到現在也 七八年了 那台灣就我所知好像 好像還沒有什麼比較知名的公司 把它用在其他群的環境上面 那就我所知在國外其實是蠻多公司在用的 然後包含中國也是一樣什麼東西在用的 那這個作者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叫 Bride Priest Bride Priest Patrick 那可能大家 大家應該都聽過mancatch吧 就是 跑社樂端的話 可能就是 假設你 Grinds要雇用到一個瓶頸之後 很多東西它會有一些 會被限制住 效能上限制住 那就可以用mancatch來做quatch catch 這樣子可以加速他的效能 那基本上算是這個 這個人 它開發出來 那這個人現在跑去Google上班 那目前是golan的call 算勾設置 好 那這個基本的介紹 那大家如果對這個 這個mogo有興趣的話 它有兩個官網頁裡面 一個是github它的suescode 一個是它原本的budget 也在googlecode上面 然後mogo-based的架構 基本上分成三款 一個是資料庫 一個是tracker 一個是database 那database主要負責的資料 就是這些放在上面檔案的mega data 那tracker就是負責做一些打紮 打紮事情的 本身事情 基本上clime的針對對象其實是tracker 它一般來說它是碰不到db 然後由tracker去control data node 然後去從db裡面 去對db做讀寫 然後去更新這些資料 那dea node就沒有什麼 沒有要說嗎 就是純檔案嗎 OK 那中心點是clime 就是一般我們 要用 比如說我們是 使用者去使用這些檔案 它針對對像是對tracker 那比如說我現在要找到 某個檔案 就去對tracker下fetch 那tracker就會去 根據它下的這些參數 去db找 找到之後會告訴clime說 你的東西在某某檯上面 要給你的rl 那你就分約再由下一去ddp 去把fetch回來 那get是這個動作 那你upload啊 或者其他 基本上也是類似的操作方式 OK 那官方的資料庫的推薦 commentation 它其實是用mySQL 或spreadsql都可以 那資料庫的話 它在資料庫裡面 有哪些資訊 一個是在這些 就是有哪些data node 是data node的資訊 比如說好像哪些台 它的IP是多少 然後它的hostname是什麼 然後data node 然後data node 我們知道 它serve的話 裡面放很多顆硬碟 那硬碟裡面 每顆硬碟它 比如說它會給它id 比如說看說 這個host底下管哪些顆硬碟 那你可以 比如說把 比如說你現在 一顆上面有48顆硬碟 你可以把它綁成一個red 那就是只有一個device 或是你說你不想做red 你可以做48顆 比如說一顆就是一個 也是一種做法都可以 然後告訴你說device ID 然後哪些device 哪些硬碟是在哪台host上面 然後domain domain就是說 對我們的檔案做些分類 就是邏輯上 自己概念上的分類 比如說 這些是2檔 這些是in檔 這些是agenda 可以做三個domain 然後 再來有class class的話就是說 我們 圖片可能有一種 圖片可能很重要的 那我們就可以設定 圖片class是important 然後我們可以說 這種class 我要存三份 存五份 有些不重要的 比如說catch 我只要存一份 或是說東西很大 我覺得很浪費空間 當然就存一份就好 看個人自己的應用調整 ok 那資料庫還會存說 這些檔案的位置是什麼地方 就是說 我現在假設像10台 我現在某個檔案 001.txt 我現在得上去了 假設我存了三份 那三份的話 我存在哪些機器 哪個device上面 就要透過 透過這一個 這些 這個的table去找到 就跟你說 現在這個檔案在第一台的第五個磁碟 第二台的第三個磁碟 第四台的第幾個磁碟上面 然後資料庫還要存它的Q 因為它後面 因為 那男的啊 它需要有Q去幫你做一些後續處理 比如說replication 那我現在比如說新生音的檔案上去 那它 我們 假設我這個檔案要存三份嘛 那我只上傳一次 它存完一次之後 它會把這個東西都掉 就在你Q裡面 然後開始做複製 比如說哦 它自己知道說打邊 比較空中 就再複製一份過去 那這是比較後續的動作 不是力氣的動作 那你要算出檔案 它其實是一個Q在處理 包含FCK 然後再講到Tracker這一塊 那Tracker的話它 它MorkerBase它有七種的Worker 那 有兩種是只有 一定只有一支的 就是Java Master 跟Monitor 那Java Master 其實它是一個 算Mainstrate 然後其他的 Worker都是由這支是Folk出來的 那這種Multiple Worker的話是可以 你可以 就是它有TCP的 簡占TCP Server 你可以挑內進去 然後下指令 譬如說我現在 我覺得我Ledricate的東西 寄太多 我們要讓它快速出 我就挑內進去一下檔面 對 然後告訴說 我現在馬上五支 我要變十支 然後要下下去 然後十支馬上 我是馬上說Folk五支出來 就看說 Ledric來動作 那Clory的話就是 可以去找說 碰端的檔案 實際上在哪個地方 有何回以外 有的這個工作 好 那大家就挑 Delic FCK NCK 是 因為 我們在 使用功課程的時候 常常會 比如說 分配不均勻 可能有些 有些檔案可能 只有五分 有些檔案有四分五分 或是我們 我們要求可能只有三分 就是它可能多複製幾分 或很少複製幾分 那我們可以就下來強制FCK 要求它 幫我們把這個 這個部分修好 那最後一種 我叫reper 你知道reper 這什麼意思嗎 你們聽過開場手機 reper reper 就是reper 那這種 它在中途是說 萬一我哪天發現 硬碟真的壞掉一顆了 或者是一台機器整個 整台不見 那就可以下 下 把某一 某一個 或者是某一台 或者是某一台 像是Date 那它一收到Date的 這個執行之後 reper 我可就會馬上 跳出來說 哦 那它那台死掉了 然後趕快把 其他台 還有資料趕快 委屈 說 它我們需要的 給它的 預期的量 這個 聽得懂 OK 好 然後再來第三頓 等一下 Node就是整個檔案 路 那每個家都上面 其實都會跑 TT server 就是因為它的 HTTP 來做的 然後套 WebDAP exchange 上去 那上面都會跑 Zone stop 用來跟Tracker 去做溝通 然後反正 全資料 就是放一顆 越多邊一點也好 好 現在講到我們現在K80 使用的架構狀況 那Database的話 我們現在用兩台 連比的Linux來做 然後用HA的方式 就把Zcode加 VRBT加Habit 來做 做Database 它的用量其實 不算 可是說總的 DP的大小不大 可是Io還算蠻平凡的 所以硬碟不用大 但是這量比較快 就是 那Tracker的話 目前晚上兩台 Database 再做 做 負責的安密分分數 其實用 別的用力都可以 外方他們其實都 全部Linux來做 那我們就是拿線路 已經可以跑 我們就自己拿來跑 然後剛剛說 這邊這邊 這五種的是 可以數量的 那我們對於Tracker 就是一般Tracker的話 我們是 跑三色 每一代跑三色是 curry work 因為後端要負責存取 這一檔或是前端去 做處理的設備其實蠻多的 那這個我們就多開一些讓他去做準確 那他就很可以 不會說 萬一哪天這些 Walker必用光了 結果有些 要負責真正工作的人 拉不到 拉不到掌握 會不會費喔 那replicate Worker 我們把它設成0個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我不希望 我們不希望說 這邊的對外的 的 先強調為什麼 replicate Worker 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很吃平寬 因為他有幫忙搬檔案 比如說我現在第一檔 要可能 第一次剛才他就上去 只有double一份 假設我要平寬三份 那他都到第一檔 然後假設遇到 就是到第二三檔 那他就會幫忙搬過去 先拉過來搬過去 所以是吃平寬的 那假設這檔兩台 平寬一被吃完 那其實他也不用做事情 所以我們就不讓他去做這種 搬 搬 資料的打工 那專門讓他做query 那query 他基本上 只有跟db連線 然後跟 找到 資料之後 給個url 所以其實他 網路平關使用量 其實很小 那我們等一下 那我目前的hardware 是用intel 152205顆 然後配167的RAP 然後用 WD的紅標3T印度 24顆 這樣子 一個電話帽子這樣子 那紅標 應該大家如果這樣有用NAS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說 紅標WD專門用來做NAS用的 異額 異額 那我目前已經用了超過50個 等一下 50個node 然後在pnode上面的話 我們目前就只有跑兩隻replicate worker 每一台都跑兩隻replicate worker 那 所以 假設50台的話 這個是100隻 其實就已經 可以讓他非常非常的忙 那 所以我們就沒有在上面停 那delete worker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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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機率其實不高 就是 可能偶爾有嚇到 那我們就做了一下 那pre worker 其實Case能力 我們現在就是保留一隻在上面 它預設的話會跑五隻起來 那我們目前每個檔案都是放三份 就是device count 那deanode上面 我們現在用的 Web HTTP Server Sock Engines 然後帶他的Web TAV expansion 然後 這些deanode的話會用五隻 就通通接在一台 10GB的switch上面 然後每一台deanode 是兩條deanode接過去的 比論上我們的速度可以到超過30GB 但是沒有那個環境上我們測 就是你要先吃著下來說 他可以吐這麼多我要消耗 就要載到我台家的營灘嗎 那目前還沒有這一個 所以這個是代測試的 OK 那這是pc home的昨天解讀 就是這顆硬碟 目前網路受駕4388 好 我們一台deanode 剛剛說24顆嘛 我們一顆拿來做 裝滑微 當系統碟 系統碟 反正我們也不會特別去選擇 系統碟 反正就 求方便 就直接拿 他來當系統碟 其中一顆來當系統碟 那 他一顆10系統碟 差不多是這個數值 23顆 那一台就可以做到這樣子的數值 一台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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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要多少台才可以發達3P呢 那差不多是48台 出那邊 大破那個平台 那我們2台 他有在我方面下 因為之後 可能還有成長空間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不遇他 好 那算一下成本 剛剛一顆是4次 就算一點不算12 就算了 一顆硬碟 剛剛說488 嘛 那 算4千元就好 比較好算 那 假設 用剛剛說3P的 48台就算 然後一台都只4顆 那 光也請到花這麼多 但是 還是比 NetApp的平點多 我這樣 重量啊 重量好 我們是要我算一下 他說 可不可以不曉得算招幹什麼 算一下 就裝了很多很多機櫃啦 就差不多這個重量 因為常常就是之前在調整 我們是要幫忙搬那種 就很重搬不動 就要搬到先把硬碟全部拔下來 然後再開始一彎再把硬碟插回去 OK OK 好 那 大概介紹到這邊 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農友要發問 來 那邊 那邊 Tommy大神 這個是老用戶 所以你知道 好 好 我要試試看一艘業績 你們多久換一顆一點 你們多久換一顆一點 好 我們 現在換了五到十顆吧 其實這個還 這個算是今年才開始的計畫 所以 換掉的量還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預期受越來越多 好 我們這邊有Q一個問題在這邊 好 EQ 你說成 趕幫忙的時間成什麼 時間還是價錢 價錢 價錢 四千五 我也會算 好 下一個 好 這問題很好 就是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是用Legas的MDA DMSoft 就是Softwareware 然後做的 可是後來發現有個問題 他 他的工作是每個禮拜天 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天 然後又一個時間點跑前做Rate Check 然後假設你去動 他是全部一起跑前做Rate Check 然後 然後就全部都跑出來 好了 我覺得這個 這個時機很奇怪 那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國外好像他們 他們其實這個就 本來就 因為本來就成三分 那你做Rate其實是多理的 然後你後面見識就是 你可以也去那些 那些 下一個 下一個 應該是說我們 應該是說我們 當初應該就是先找到他們 適用的 我說他們好像效能很不錯 你看現在用起來很方便 不然我就會只用下一個 好 來最後一個好不好 來 問一下他這個 第一的部分 是用買西果嗎 那 再來就是說 他最高承載 所有的Session 大概是多 這個我們會測到 不過有一點 他可以加速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去查他官方網站的軟件 他 除了買西果之外 他其實是可以 我們Cash做加速 比如說假設你用 你覺得可能 我記得 我們算用到 但是是可以去理解一下 那一個好 剛剛可能有一位 白衣服 你覺得OK嗎 那就給他一位 好 請問一下 可以給我農組的 這件事嗎 我會去網路買的 我會去網路買的 Lau 我會去那 Easy 我會去哪裡 你可以去哪ón 你 那請問一下 我會去哪些 方式 你會去哪些 你會去哪些 你會去哪些